欢迎来到木野砍电影 我是没钱出去买电影票 只能在家给各位观众老爷们砍片的木木 今天继续高分悬疑美剧《妙请贼探》第一季第七集 尼尔和文子在街上探讨 到底会是FBI里面的谁抓住的凯特 可FBI共有56个局 尼尔只能静观其变 而这次一个珠宝盗窃案找上了尼尔 跟随Peter来到了珠宝店 正在办理展览 主办方怀疑 这颗42克拉价值2亿的粉钻 有可能是假的 见地专家正在赶白的路上 而一盘监控录像表明有人进来过店铺 但是没有逃离的录像 Peter轻描淡写的说道 不用等专家过来 我带来了 尼尔靠近观察粉钻 顺带观察模特 他指出这个粉钻是假 使用光剩技术制造 迅速赶回了总部 却遇到了职责办的福特 他拿出Peter的档案 并且审问Peter 尼尔在这次粉钻丢失前 曾有6个小时的锅链数据被删除 所以将尼尔列为了主要嫌疑犯 Peter有些无法相信 而尼尔这边 通过筛选找出了只有一人 杜兰 由此造假技术 他们敢去杜兰家询问 可貌似杜兰早就预知他们要来 准备好了不在场证据给到Peter 调查陷入了困境 可隔天 福特却来逮捕了尼尔 原因是粉钻上面 有和曾经尼尔犯罪物证 一致的缩写字母NC Peter不得不将尼尔捉拿归案 监狱里Peter有些愤怒 尼尔为什么会如此作案 但尼尔却告诉Peter 我被算计了 而蚊子作为尼尔的辩护律师 申请到了参阅局里 所有和尼尔相关的资料 而且蚊子申请到调查福特 曾经把一把纸搅碎过 将碎纸给到了尼尔 而尼尔要求蚊子 帮忙租下一个面包店 在监狱里尼尔拼凑出来碎片的信息 改日尼尔申请庭外申理 交换条件是 自己自首粉钻的位置 但下一刻却跳窗 依靠面包店的帐篷逃离 Peter看着尼尔没有说些什么 尼尔通过电话 联系上了Peter妻子伊丽莎白 请求帮主带Peter回家 尼尔已在家中等候 和Peter解释 粉钻不是自己偷窃 而拿出福特的税纸信息 里面是Peter家的通话记录 指出Peter已被福特牵使 而粉钻很有可能就是福特直实所为 并给Peter看了凯特被抓的完整照片 那个戴戒指的男人到底是谁 二人达成共识 一起暗中调查福特 Peter让手下支开监视自己的人员 赶去首饰店和尼尔混合 在装饰墙后发现秘密通道 直达道路外侧 尼尔警觉到上方正有摄像头 通过探查监控录像 发现盗窃之人正是杜兰 隔日已将杜兰抓住 Peter审问杜兰 交出幕后人员名字 而杜兰看着赶来的福特 杜兰被定罪 福特也离开了局内 电梯口Peter将窃听器给到了福特 Peter团队庆祝案件破获 以及尼尔含冤得雪 而此时电话响起是凯特的 他和尼尔说出 抓住自己的人就在尼尔身边 希望尼尔尽快交出东西 尼尔匆匆赶回家里 蚊子也查出福特异常举动 也许凯特就在那 尼尔赶去525房间 却扑了个空 而另一边戴着戒指的男人 等待的正是凯特的归来 Andy 难道抓住凯特的人正是Peter吗 而那个想要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呢 关注接着看下去 我是莫莫 我们下期见了